高学历一定找得到工作吗 高雄捷运要交考三名的司机员 有850人来抢这个饭碗 录取率不到千分之四 而且捷运列车驾驶一个月的底薪是两万八 其中我们看到相当多的硕士也来考试 一进站列车驾驶赶紧下车 确认月台清空再度走回驾驶室 操作机械掌握列车状况都得一人包办 要能胜任这项工作真不简单 而现在高杰公告招考三名司机员 报考人数却突破新高 一人独立的高杰司机一天工作约八小时 但是现在高杰释出三个职缺 却有800多个人抢着报考 只要三个人却来了850人报考 其中还有86位是硕士 录取率不到千分之四 招考条件只要高中职毕业 懂电脑基本操作 以及紧急应变能力就能报考 通过第一关比试后再面试 即使长时间在隧道内工作 却因为工作稳定 连曾在电子公司上班的管理员 也跳槽到高杰 没年终还差点放无薪假 现在当列车驾驶 李新家加班月薪可破三万 但却有民众抱怨薪资偏低 不如高铁的部分 但是我们跟北捷是相仿 那薪水底薪在两万八九千 景气不佳 相对捷运驾驶员待遇不差又稳定 所以即使录取率低 考生挤破头 也要挤进 就到窄门 原来信我黄晓星 宋佩晨 高雄报道